妈妈 你们是妈妈 你们怀孕过对吗 baby在里边过对不对 你舒服吗 那个baby在里边的时候 你感觉怎样 有一些人会呕啊 吐啊 晕啊 不能够睡不那么睡好啊 肚子又不能这样子 不能压过那边 很辛苦对吗 有一些可能差一点没命啊 生那个孩子的时候 很辛苦对吗 然后请问那个孩子在里边呢 她很舒服吗 她舒服吗 不舒服 为什么你知道她不舒服 如果她很舒服啊 她应该怎样 很舒服在里边睡 静静地睡哦 有没有感觉到她很乖 静静在里边睡呢 妈妈妈 你感觉到怎样 剔来剔去 剔来剔去 你也知道 你的太太 你会摸她的肚子哦 这边肚子吐出来 这边肚子吐出来 我会说 因为很不舒服 其实啊 在里边的时候啊 是在受罚的时候嘛 然后我们在里边 虽然没有出来啊 但是在里边啊 你知道我们在里边 告诉你的病女啊 当这个孩子啊 这个灵在里边的时候啊 我们啊 她没有出来啊 大家都有 只是我们不知道啊 其实那个时候啊 我们会看到 我们过去是所做的行为 你知道吗 然后你才知道说 我今天我进入这个 就是要来玩啊 settle 然后啊 该settle一些我过去的 静静的意思啊 然后呢 你很辛苦啊 你就怎样 哎呀 我不甘热 怕了我 我只坏后 我不会再做了 我们就在里边这样 明白吗 regret啊 repent on 在里边 that's why 那个妈妈会 feel到 踢一踢 所以 为什么你会踢的是那个妈妈 不是别的妈妈 因为是你跟那个妈妈也有 卡玛 要不然你不会做完孩子 你不会在她的肚子里边 明白吗 明白 你看啊 这个卡玛 讲上天 上天是讲不完的啊 老师跟你讲 不过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些 主要的一个concept 一个概念 让你明白 然后呢 我再告诉你方法 我相信你今天如果没有告诉你方法 你不回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个是很kana 要亲的哦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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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之后 说我不甘了 该是不甘了 please please solo solo 然后我们叫神啊 叫什么都好 这样帮我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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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出来 帮我支杯 ok 九个月后 呀 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小时候还好 还很单纯 对吗 很pure 所以为什么人家最喜欢小孩子 因为他们很 他们很 很单纯 他们很单纯 不会有不好的想法 不会抱负人家 不会讨厌人家 没有 所以每个人呢 看他们都很爱 我们当初就是这样可爱的 现在谁觉得我还是那么的可爱 就想看 我现在很感激素 没有什么 我就好来敢讲 自己非常的可爱 当初敢讲 为什么呢 有些现在你看那些小孩子啊 你都会骂他 你就是 无名精怪 有时候我们骂他好像高怪 为什么呢 很快 很多那个皮 很多皮 他人还要厉害 哇 你看他讲话 所以呢 所以那个灵啊 是老灵魂 那些比你还老 比你还精神 因为灵魂是 永恒的嘛 一直转世 如果我们每个人转多少次是 一个秘密 也不需要去反应好 不需要知道 因为呢 你知道的也不能够反应做什么的 你只要知道的时候 我们转了很多次 转越多次的呢 越坏蛋 最先下来的 最坏 最坏的 变到最坏 就是 那个最久 最先下来的 后来 因为呢 我们灵啊 原本 可是我 我会告诉你 灵魂本来的家常在哪里 OK 如果忘记 你提醒我 你提醒我 所以你现在 你可以理解了没有 身体痛是为什么 身体痛是为了谁 是谁做的 自己 自己的 自己没有照顾好 我们的饮食 取决 那个睡眠 什么都不照顾好 具体会病 是时间 成熟你就 看到那个后果了 对吗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有句话讲什么 蛤 或者我们跟别人也是一样 我们讲什么呢 这些呢 不是不报 是实诚未到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有 有 善有 善报 恶有 恶报 不是不报 实诚未到 所以这个实诚呢 是 看那个时间到的时候 是一场一个奥妙的 那么呢 所有记得 所有的 那个我们过去都记录在这个前一世之中 所以当我们离开躯体的时候呢 灵魂是带着这个记录去转世的 所以这个你怎么知道可以呢 你可以 你可以看看 你问你自己啊 你这一生当中没有人教你 可是你很会 你很厉害 你很会去做的 就好像我小时候啊 我是佛人 可是我喜欢吃印度餐 我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 我一定是印度人 我吃了很多咖喱 我已经是那个习惯 那个习性啊 就在我的 还没断 但是现在这一次 我拿到的躯体是 华人的躯体 所以有些人跟我讲 Sister 你好像拿错躯体 哈哈哈哈 你喜欢这个 你应该是印度人啊 可是我说 那里有的 你选的 我们呢 是什么躯体呢 跟这个 这个我有 Hindi我们叫 是你的基督会决定啊 你会出世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家庭 会是男的 女的 或是华人 印度人呢 跟你的 这个有关系 看你 因为呢 那个 那个灵魂 跟灵魂之间的 那个因果啊 会使到你去 出世在 又看到那个灵魂 不是痛那个 躯体啊 明白吗 现在你很清楚了 ok 所以你很清楚 这个 在接下来谈啊 三种的行动 因为你要明白 要不然你不知道 你会又再去重犯 然后呢 一边 我们教你说 减少 可是一边 你又再去做 又再增加 加加减减 最后呢 还是 还是 很多 很多的 因果 那不是 没有意思 浪费时间吧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清楚 行动有分三种 注意听啊 第一个 我先讲 Superman先 讲好的先 第二点 我们叫 su karma s-u-k-a-r-m-a s-u-k-a-r-m-a ok 第一个叫 saw her 这个是印第文啊 offer you 极 wszystkim ,老师 艺鼻 超人 超人呢 这个行动叫做 ELEVATED 虫告 什么形动 叫虫告的行动呢 利他 无私利 听过这个字吗 You help people selflessly without any selfish motive 你帮助别人 你做的事情 and then you don't expect need, fame, honor or respect, regard 不管有人尊重你 称赞你 你还是做错了 你没有selfish motive 你没有歧途心 你不期待 人家来跟你说 oh you very very感谢你 他有感谢没有感谢 你还是这样子做 而且你对每一个 都是用同样的那种心 去帮助别人 你没有说 因为你身体帮过 我帮你比较多 你没有什么特别做 我管你 不是这样的 他能够无私利 他没有selfish unconditioned 无条件 你看啊 再想一下啊 父子 父母跟孩子啊 有没有unconditioned 有没有无条件 你跟你的孩子 有四四五条件的吗 随着我跟我孩子 交换 无条件的 我只给 我不要求的 有没有 为什么没有人记手 你只要有那个想法说 我养你这么多年 我现在老了 应该你来养我的时候 这个呢 就不是unconditioned 你爱他 你为他突出 可是你有那种 心期待他 养你 当然以前 五十后的人 没有这个知识 他们就说 人养我 我养人 然后我们就觉得 自古以来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在英国里面 威力币是这样的 你做多好都好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有时候我们觉得 很不公平的吗 有没有信过说 有 那个人几岁啊 他做这多坏事啊 可是他好像没事哦 又这么开心 又有钱 又怎么 我们就会觉得 很不公平对吗 我们觉得 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我们不明白 因果 刚才刚才讲的 那个时辰味道 你不要看眼睛 这让他跑步掉了 他这一世 每一世都好 他未来时 他一定会 一定要 接受那个后果的意思 所以要不要去信仿人家 不用 要不要去生气 骂人家 不用 为什么 这个因果定律啊 the law itself will take care that's why我们这里 有像我们一句话 Don't take the law in your own hand 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自己 冲冲冥冥冥的 说你不对 我罢你 we don't have to do it 我们这样子做 跟那个人 本来是他跟他的事情 我们去牵涉才能 结果呢 你多一个 恩恩相患 额死了 额死了 就是这个意思 听办了没有 所以 苏干嘛 你 整样的 帮人家 这种冲冲的呢 是 不是用物质的 物质的还有限 对吗 比如说你捐钱 捐衣服 捐地方的人家住 你能够做多少 你只能够帮一些人罢了 对吗 你怎样都好 你能够养他一世人吗 你跟他帮他一世人 你不能的 所以这个崇高的就是说 你帮助他 让他明白 他可以自己自立更生 以后 让你活得更好 就好像 分享这个指示 你明白了 你懂得怎样的 过你自己的生活 处理你的生活的事情 你自己变得平静快乐 你快乐 那个给你的 跟你分享的 他快乐的给你 你也获得了快乐呢 这个 你也这么做 你又去跟人家做 你也帮别人 你就是做了这个 崇高的行为了 舒坦 明白吗 所以这个呢 多多一场 就是说 越多越好 这种行动做多一点 因为呢 你不要小看 这个秘密就是 你做这个舒坦 它可以帮你减少你的 这个不好的 会轻的 一部分都会慢慢一直轻掉的 如果没有做 你说我没有做 没有事 不过你的 那个过去的呢 就要 就要 settle settle 有两个 当时我都讲了 就是被拔 你还要再转世 每个都要转世 但是说呢 又辛苦 然后出来之后 你出事的地方 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 你就要受那些磨难 然后呢 有些即使出生在好地方 可是呢 具体很多问题 或者是 心里很多 受折磨 这些都是 punishment 明白吗 所谓的 punishment 不是叫你 丢你进去那个火窝里面 炸你好像那个 炸香机的那种 才叫punishment 所谓的punishment 惩罚 灵魂受罚 就是你很不安 你整天很忧郁的那种 然后你很痛苦的 有时候不是人家骂你 讲你什么 你自己坐着 你就时不时的 你那个心情很低落 我们有一个兄弟 这个是真的故事 很年纪很轻发的 对不起 我不是真爱他 因为他在年轻的 他他就是叫女朋友呢 好像换衣服 这样的在乎 所以他伤心伤害过很多 很多女孩子的心 让很多女孩子 心了 错了 哭啊 还是怎样都好 所以是一个karma 是他的行动的关系 然后呢 你这样子的结果 就伤害这么多人 所以后来 他来到这个之上 明白的 他说原来 为什么我没事 时不时的 我会生下来 我整个心情很低落 很depressed 他就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他说 我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 可是为什么 我会有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时不时就这样 其实当他这样子 陷入那个低落心情 他是在settle 他做人家的 他是很多人上街的时候 他在settle 所以我们请你 因我帐幕 可以是透过什么 透过你的mind 你的mental mental torture 心理上的折磨 是一种清理 你在清理过去 所以在算你会 你会经历过 那种这样的一个过程 settle through body 是最多的 最多的 最后啊 你别的方法 不能清理的 也是要 all have to go through the body 最后是去顶的 然后呢 你也可以透过 你的物质的钱财 你的房子 你的钱 你的 你的东西就对了 破财 我讲破财 消财 谁是这样 破财 啊 你是在被惩罚 你必须用这种来管 你可能以前知道 某某人破产了 今天 你碰到一个呢 他使到你破产 有时候不是碰到那个灵魂 是别的灵魂 用同样的手法 使到你破产 so这个就是你的 return 你过去 我们的过去呢 我们也有会有reward 如果说我曾经 很多 在任何情况上 我愿意去帮助 我没有去回报 这一次呢 你会碰到 你会有很多 贵人 不是贵啊 贵人出现 拔刀相助 他会 你看啊 这个很暗调就是这样 因果来的时候 有清理的时候 母国人会出现了之后 帮你了 不见了 他从此就不在你的 生命之中出现了 disappear了 然后你也在想 奇怪哦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愿意过很多 汽车放胎了 不是华人来帮 马来人 摩托 停下来 跟我换胎 一分钱不拿 等下说完 跑掉了 然后还有一次 我们要去做服务 那个地上 马路上有那个锁匙 渐渐的 因为我 我们走过嘛 他就吃破了 我那个人压 你知道谁吗 附近的印度人的一个月庙 他那个主持 拿着他的那个歌唱 就是那些 拿来 他就跟我换胎 什么都不乱 你看 我只能够一声 Thank you Thank you 非常地 感恩 所以也不要以为 因果就一定是不好的 因为有很多好的事情 会发生的 好的我们要感恩 但是坏的呢 记住 不要再触不爆的 老子会有那种 后果的 OK 明白没有 Sukama 所以Sukama 你可以透过捐赠 这种无形的 知识也好 或者是你给人家快乐 任何啊 你给人家的 然后使到人家快乐的 没有条件的啊 没有知识的啊 没有犯规的啊 那种快乐 有一些有人给快乐 是有 是犯规的 你知道吗 犯规的那不算 你不可以说哦 为了要给他快乐 他叫我去杀了 我杀了 为了给他快乐 这种不要 不要以为 我为了给他快乐 他叫我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这样做什么 是在三思而后行啊 三思而后行啊 你这个做下去啊 他有够活的啊 虽然是别人叫 你自己也自愿配合啊 你是帮凶哦 两个都要的哦 可以明白了没有 还有呢 这个崇高的 不要以为说哦 谁来邀请我 我就帮他啦 我有钱我就出钱啊 小心哦 我要 我想跟你讲哦 现在很多 到处很多气概 有没有 这边这边 有没有气概 有 把什么啦 有一个有钱 其实有一些好手好脚 不作风 只是说伸手跟你讨钱那种啊 你说 可怜他 你给他 你是在做好事 是这个吗 为什么讲是帮凶 你给了他之后 后果会是什么 你要小心啊 这个因果是怎么算的呢 这是一个病名哦 可能你会不会你没有听过的哦 你虽然给钱 你不要讲说 我给了钱 他拿那个钱去做什么 我为什么知道 不管我的事 如果你给那个人钱 他拿去买白粉 西白粉 买酒来喝 他考虑大堆事情 做那些邪恶的事情的时候呢 各位 你也有share的啦 你是那个人 你不要以为没事啊 not my problem 我只是跟他罢了 我给他钱了 他去怎么做 我怎么知道 不是 你是不知道啊 他后果 你也要承担的 所以呢 不要随随便便给任何人钱 包括我们有时候 建议某个组织 你要他跟你讲 你要给这个这个 你要 make sure 他真的是 credible 就是说 他这个组织很干净 他讲什么 就会做到没有骗的 你要check的 要给就要check的 所以呢 我有很多例子 但是我不能够讲到 但你有兴趣啊 我希望你们在 在有我们在办的时候 你们再回来 我们就可以更多哦 好 明白了吗 sukama就是这样 记住哦 你给的人 他怎么用啊 对你也是有影响的 如果你给了 他用的好的 你也有 你也是share的 不抱有 你也是好 所以你给对的 你就有了 好 现在我们来讲 第二个 跟这个相反的 叫做 Vikama Vikama Vikama呢 就是 那种最恶的 你看啊 我们 灵魂啊 本来我们很 开始干净 纯洁的时候啊 我们没有一点的邪恶 邪恶代表什么呢 五个主要的 我们没有 Tung Grip 我们没有 Anger 没有愤怒 我们没有 Ego 傲慢 自大 我们没有 Attachment 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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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卦 我们没有 Last of desire 欲望 欲望包括 隐秘 情义 才能啊 你做了那些就是说 又去搞破坏的那种 破坏人家家庭啊 或者是 有 成为第三者 什么这样子的其实是 属于那一类 或者你 妒忌人家 然后你就做出一些 抱负的动作 这些啊 如果 灵魂 灵魂 如果我们呢 忘了 真正的我是这个灵 我 我自己当成是这个躯体 OK 然后呢 这个躯体呢 就想要 舒服啦 要想要什么 我们就是 追求物质的东西 来满足我们 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呢 要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看到别人有 我越要有 或者呢 看到别人有 你就妒忌 你就要去 霸占人家的也有 或者你看到 你就说 这个是我的 别人 碰你就 这些就是 当我忘记了 我自己是这一点光灵的时候 我把这个躯体当成自己的时候 这样叫 Body Conscious 身体意识 当我记得 我是这一点光灵的时候 你就是 灵意识 可以明白吗 So Conscious 当我灵意识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你不可能做坏的事情 因为 当我知道我圣灵的时候 灵魂原本呢 是很 Pure 纯洁 灵魂本来 就是有那种 乐 爱 无条件的爱 灵魂本身就是 know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知道什么对什么错 不会乱乱来的 灵魂原本呢 就是有力量的 本来是很慈悲的 本来呢 是很嫉悦的 所以你不可能会做错事情 会做错是因为 你忘了 这个是真正的你 你把这个假的当成是你自己 为了要表露我自己 显示 展示我的 我的身份地位 有没有 有些人说 我是什么什么主席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manager 有没有 然后我们就怎样 Ego来了咯 这样 我讲的你一定要听 你不听 我生气 或者是我会用种种方法 惩罚你 这样 这种叫做 Body Conscious 当我们一Body Conscious呢 那个五个就来了 五个毒 谈 成 死 我卖 那个欲望就来了 Buy one three 你到外面 only buy one three one 这个啊 你看你的身体意思 几个怕 我还要再多给你两个 懒善 初心 also 可以是让你做错 事情 laziness and carelessness 也会使你 做这些 action become be calm 清楚了吗 ok 你们需要休息吗 要喝杯茶吗 所以需要这几手 要settle先了 settle它就不能了 我是想看你累了 像我姜生没有注意听 我就错过了 所以他 因为接下去 我要讲的是很重要的 要讲method了 要讲方法了 要喝茶吧 要吗 要喝茶 一分钟 这样就特别 要喝酒 没喝茶